哈囉,我是阿傑西 這次的影片我想要來統整 傳奇營業所建立的怪獸宇宙中所出現過的怪獸 其宇宙目前總共推出了四部電影作品 分別是2014年的哥吉拉 2017年的金剛骷髏島 2019年的哥吉拉2怪獸之王 以及2021年的哥吉拉大戰金剛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 直接進入正題吧 首先第一位當然要來介紹我們的老大哥 哥吉拉 在1954年首次登上電影大一幕的他 最初是由日本東寶豬市會社所創造出的怪獸 他在2014年的同名電影中 官方所公布的身高為108.204公尺 而包括尾巴的身長為167.741公尺 體重為9萬噸 但在2019年及2021的兩部續作電影中 他的身高變為119.786公尺 包括尾巴的身長為177.393公尺 體重為99634噸 哥吉拉是2億5000萬年前 誕生在地球上的史前頂級掠食者 會保持自然的平衡而存在者 在1954年被人類多次使用氫彈攻擊後跑回海底東眠 人之吐息的顏色為天藍色 但在手機與木頭戰鬥時 由於木頭的器官能夠依止電磁脈衝 導致哥吉拉的吐息被debuff而轉變為火焰狀態 在2019年的電影中 人類的博士用核彈餵死哥吉拉使他再次進化 但由於他在還沒消化完成的時候 就被基多拉抓起來摔 導致哥吉拉差點位置到逆流導致核爆 好家在摩斯拉犧牲自己賦予他特殊技能 讓他能夠釋放體內的核能 此時的哥吉拉就被稱為紅蓮狀態 原本火焰狀的原子吐息 進化成了接近原作的光束狀態 2014年版本的哥吉拉 設計部門打算讓哥吉拉擁有較為逼真的體格與外觀 但同時也不失原作的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 他是影子上第一隻擁有著類似鯊魚塞特徵的哥吉拉 設計師還特別去研究了老鷹、熊、狗類的動物特徵 使他看起來高貴卻不是威脅感 特效團隊在設定哥吉拉在戰鬥的動作時 他們則是參考了科莫多巨蜥對抗敵人時的行為模式 而他的背棋則比之前的都還要來得小 但仍舊保持著楓葉的形狀 皮膚則是像爬蟲類動物一樣粗糙 他的吼叫聲則是能讓8公里外的人都清楚聽見 然而在2019年之後的哥吉拉 他稍微長大了 身高多了大概10公尺 比重則直接爆肥多了1萬噸左右 原來是剛從阿嬤家回來的哥吉拉 新設計中 他的背景也變多了 而形狀則更接近日本原版的造型 皮膚變得更加粗糙 尾巴默則變得更圓了 有趣的是 哥吉拉大難金剛的導演原本其實想把哥吉拉的頭變大顆一點 但擔心這樣會導致視覺上的不連貫 因此仍舊保留了2019年的外觀設定 木透 為巨型不明陸地生物的英文說寫 在2014年的電影中分別出現過兩支 一公一母 公德被稱作為有刺木頭 德被稱為八腿木頭 瓷器的身軀要比雄性來得更大 儘管外觀相近於節肢動物 但官方透露他們比較屬於脊椎動物的範疇 以輻射人為主食 並且能夠釋放電磁慢充 在2019年的電影中 第三次瓷器位在美國紐澤西的木頭 被基督拉召喚而出現 由於他背起的突起形狀類似王冠 於是被稱作為女王木頭 第三位就來介紹一下我們的金剛吧 在2021的電影中 官方公佈他的身高為102公尺 川西影業版本的他最為獨特的地方 是他接近人類的行為模式 好比說他可以挺直身體走路 而不是像以往般的大猩猩設定 這是為了讓他有著更具體更特殊的物種特色 以神格化他的形象 而在2021年的版本中 他身上部分的毛髮變得更加深色 而在臉部上毛髮甚至稍微轉變為類似鬍子的造型 金剛雙親在他小時候就慘遭骷髏扒獸所殺害 讓他成為同類中僅存的最後一隻 也因此相當憎恨骷髏扒獸 金剛在骷髏島上如同守護神人存在 設定上也與哥吉拉相似 衛生態系的平衡維生 金剛骷髏島中的骷髏扒獸 他身高最高可長到29公尺 身長可到59公尺 體重則是100噸 為大型爬蟲動物 沒有後肢 只有相當長的兩肢前肢 頭骨外肉而極致骷髏頭頭部的設定 則是參考了常惠龍的特徵 性情兇猛 狩獵時對獵物更是毫不留情 沒吃到晚餐就乾脆也不要命了 拉頓是一隻類似翼龍的怪獸 名字的由來也是來自無恥翼龍的縮寫 不過他在2019年的電影中表現得也很無恥就是了 因為打不過基多拉而直接轉變為哈德部下 為他做牛做馬 然後在電影結尾看到哥吉拉打敗基多拉時 悄悄又加入了哥吉拉的陣營 誰說怪獸也不能這麼現實的呢 身高為46.54公尺 異常為265.48公尺 體重則是39,043噸 人類稱呼他為燕魔 沉睡在中美洲的火山中好幾個屍體 長時間堆積的岩漿也成為了他的外層表面 可以承受高溫岩漿的身體構造 使拉頓能夠將他飛行過的地區化為一片火海 9時高 王者基多拉體內含有黃金金屬 是可以釋放電能自我修復 升波操縱能量竊取的三頭龍怪獸 來自宇宙而與哥吉拉平起平坐的王者 身高158.8公尺 體重為141056噸 每顆頭都擁有十隻腳 也會因為心情而改變彎曲的程度 基多拉的名字來自俄文九頭蛇的直接翻譯 在電影拍攝期間 製作組就將這三顆頭分別取名叫 一起逆和善 也就是日文123的發音 中間的頭是老大哥 特效團隊非常用心的請三位不同演員 分別利用動態感測裝置來飾演三顆頭 以呈現出他們各自的行為模式 製作團隊也參考了狼群的生態模式 來呈現出基多拉三顆頭不同位階的互動原則 好笑的是 最左邊的那顆頭也被取了凱文的綽號 因為他總是反應慢音牌或是容易分形 總之看起來就是笨笨的啦 也成為了本片有名的民音之一 摩斯拉身高為20.11公尺 異常則是240.75公尺 在印尼群島以神的形象被供奉著 名字也因此而來 原文的意思為生命的事與者 在傳奇影業版本中 摩斯拉沒有了以往毛茸茸的特徵 而是走著較為現實的生物形象 有著隱藏的針 巨大的翅膀 前肢呈現鐮刀狀 翅膀的花紋也呼應著戈吉拉眼睛的特徵 他不僅利用特殊能量引導人類找到戈吉拉的所在 他在波士頓最終戰役中協助戈吉拉戰鬥 摩斯拉把拉頓打運後還將自己的生命奉獻給戈吉拉 他能使用加強版原子吐息 沒有了摩斯拉戈吉拉根本什麼都辦不到吧 類型摩斯身高107.899公尺 名字源自於舊月聖經中的神話物種 本意為龐大的野獸 但在聖經的描繪中 他的形象更接近於河馬 而不是我們在電影中所看到的長毛象 然而儘管第一眼看他時 只會注意到如同象牙般的長牙 事實上他整體的構造更類似大猩猩 也少了長毛象的長鼻子 毛色呈現淺棕色 也像戈吉拉一樣用著尖銳的背琴 在2019年的電影中 被吉多拉喚醒 沉睡的地點回巴西 馬氏薩拉 身高89.14公尺 沉睡的地點為德國慕尼黑 也是莫名其妙被吉多拉叫醒的 名字源自一位活了很長一段時間的聖經人物 而這個專有名詞同時也涵蓋了相似特徵的事物 比方說最古老的星球 最古老的恆星 以及延長昆蟲生命的蛋白質 這也暗示了馬氏薩拉是最古老的泰坦巨手 他是一隻士族動物 擁有著爬蟲類的尾巴 背部則是一座山以及森林 斯庫拉身高103.93公尺 名字源自於希臘神話 原意為斯碎 原本沉睡於美國西南部的亞利桑那州 看起來庫斯大蜘蛛的他 其實是隻擁有魷魚頭的大螃蟹 總共有六條腿 以上就是稍微整理過的傳奇影業 怪獸宇宙的怪獸介紹 還有一些官方沒有透露畫面的怪獸 就不多做收明了 或是一些太籠統的無聊突變的大怪獸 我也就有胡多提了 謝謝你的收看 喜歡我的影片也別忘了分享與訂閱唷 我是阿傑西 我們下次見 你不要忘了 師傅 我 не不願意 你不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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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不願意 你不願意 你不願意 我 愛睡在這首 或是你不願意 你不願意 好的 你不願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